现在的我很幸福 我家人和朋友的陪伴 但从前我沉迷网路 以为那是快乐 就让爸妈和朋友为我担心 翻上电脑以后 才发现原来网路以外的世界 一样海阔天空 您是否有亲友沉迷网路 造成亲子关系冷漠疏离 您可播白思代家庭网安热线 02-3393-1885 让白思代陪您 重新修复亲子关系 好 欢迎回来Angelo观点 其实我们看到日本 真的是踏山之石可以攻错 不过台湾的社会住宅 刚刚起步 到底它有哪些最 我们看到的关键性问题 杨凯 我觉得我想谈两个事 第一个我觉得大家都会谈还是资源的问题 那政府最容易讲说政府没有钱 盖社会住宅要很多钱等等之类 那其实可是我们再次强调过说 我在不增加预算的情况下 我们非常多次讲过 台湾每年大概有100多亿的 跟住宅有关相关的资源预算 可百分之八十都拿去做购物的补贴 就是就是鼓励大家去买建设公司房子的那种补贴 那这个事情多次跟 对 贷款补贴 那我们多次讲过说 你应该调整这样的一个分配的比例 对 那就是说我们真正能够剩下的百分之二十不到 才是用在各种其他的 包括租金补贴 包括怎么可以去盖社会住宅这些事情上 那如果我觉得你换一个思维角度 就在预算总量不改变的话 你把这比例做个调配的时候 那至少你政府就可以伸出手来 每年可以多个几十亿或多少钱 你就可以多做一些类似这样这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在这个推动阶段上的时候 你其实至少你可以先想想看资源 可以怎么做一个这样不同的调配使用 那第二个当然还是说你怎么可以盖的方式 像想看不管我们看日本或看韩国或其他国家 就说传统上当然政府会直接觉得 就是因为全部的盖的工程预算等等 都是要去政府去做 那事实上国外也开始发展出 比较不同的一种开发跟财务的模式 那我当然必须说 最后都不可能是可以不要不花钱的 不花钱是神话 因为社会住宅本来是补贴 可是他可以透过跟民间或企业或是不同的开发形式 我举例像台北市 你可能想说我可能怎么跟都市更新结合 那可以让部分的土地 他是可以被卖掉的 他可能要赚了钱 就可以补贴回来这些出租 你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去想 那我会觉得是说 现在政府最大关键是 他只会口号上喊说没有钱 他没有想说我要怎么样重新资源做检讨 第二个他也不想说那我们想一想有些比较创新的做法 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方法做最有效的利用 没有 他们只是很直觉的就讲 那就把责任就推掉了 其实你刚刚讲的资源分配真的很重要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去年 那个租金申请的补贴超过了八万多付 那这是历年最高的一次 可是真的拿到租金补贴不到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也让人家觉得很担心 所以你又看到哪些问题 你觉得政府可以第一步可以怎么做 刚刚讲到资源分配 还有创新的手法 好像是我们缺少的 我觉得相关的 就现有的公营住宅的管理 他的制度也太僵化 譬如说我们目前有的这个平价住宅 那他是只给这个低收入户 可是当低收入户 他们经济稍微改善之后 他们有点所得 他们却必须要被迫搬离这个地点 那国外解决这个这样状况的方式 就是租金要更有弹性 那他根据你的所得 所得增加的时候调整 调整租金就好 让你续住 可是我去帮你涨租金 但是那个前提也要是 有更多的公营住宅的存量 所以可以一直不断地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那我觉得台湾就是量不足 制度又非常僵化 那有等到量稍微有点起来的时候 又提供给不对的对象 那还有另外一点 我觉得也是制度的问题是 大家也许可以问一下 目前中央跟地方政府里面 有多少人在管住宅 如果是中央部门营建署的话 你要不要讲一下现在多少人 营建署好像只有二十几个人 国宅主大概二十几个人 二十几位管全国的住宅 那我想这个数字跟譬如说 韓国的LH是六千多人 这个相差的规模 二十几人比六千多人 当然他们人口多 可是真的也是不能比 对那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制度的次制 在这里是必须要改善 否则住宅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那若玲你看到了 我觉得如果要实践这个居住福祉 我觉得其实除了营建单位以外 督发局或是营建署 其实设政单位也很重要 那我觉得现在政府组织在造的问题 就是他跨部会之间 没有办法合作 变政策是片段跟切割的 那可是我其实居住福祉 强调就是说我一个人一辈子 居住是我最基础的一个福利 对那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是有 营建的跟社福的同样在一起 那如果政策是由上而下 他们就可以做整合 其实民间团体就不用由下而上 做这么辛苦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其实跨部会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在推动社会住宅政策上面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来宾 都是来自民间或是来自学术界 他们非常认真 而且做了很多的研究 甚至到国外用自费出去 然后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 国内的政府有更多的参考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从日本 韩国公事也真的很认真 来推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也去做了访谈 做了回来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 能够让台湾的政府 甚至也让我们的 所有的企业界也能够去看 说到底我们同一个社会里面 我可以贡献什么 那我们希望台湾的无壳蝸牛 早日找到幸福的一个巨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